当前两岸关系严峻 我们都希望两岸和平发展 希望两岸能恢复大交流的荣景 众所周知 两岸大交流就是两岸和平的最大保障 两岸血脉同源 返乡交流是与生俱来 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但是反圣斗法将两岸关系定位为敌对关系 使两岸人民正常的往来交流 遭到严密监控 无限上纲 动辄得救 这种以安全为由 借反圣斗法压制两岸民间交流 强化敌意的做法 无可讳言 大幅压缩两岸民间交流的空间 展望未来 我们期望两岸能尽快恢复交流 唯有常来往 多交流 才能建构双方的彼此认识 建构 心灵契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